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要是去了 绝不会亏得你这个 走吧 走走走 我想两位是为小茶壶的事情来的吧 不错 小茶壶是我的跟班 是他妈妈委托我带着他的 可是他是一个公民 所有公民都有权受政府保护 沈小姐说的一点也没错 但你能代表军政府吗 可是我可以向军政府反应 你可以反应 但我有我的对策 我不知道政府会帮谁 可我知道你父亲还欠着一笔血债 一笔关于革命者的血债 我可以提醒你 有人会对这个感兴趣 比如从黄花岗活下来的人 还比如小豹的记者 你到底是谁啊 一个曾经练过武的人 现在 在军校打杂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 小茶壶是跟着你练武的吧 小茶壶可能没告诉你 他现在 在宝之灵 我可以告诉你们 我高云飞不管怎么样 是不喜欢妥协的 也许你们对我有误会 可我从来不想跟小茶壶过不去 我现在只是让他 认认真真地照顾我的妻子 来都来了 你就太平衡了 我这俩兄弟 可是火气很大 手球很重啊 你 贵仔 我喜欢来直接的 要么 把我想知道的告诉你 要么 姐 你瘦了 你可要当亲身体啊 乔老板 你怎么了 为什么 乔老板 我知道你一向开开心心的 要不是遇到特别难受的事情 你不会哭得这么伤心的 乔老板 你告诉我 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能帮你的 我能相信你吗 乔老板 你完全可以相信我 那天我在房间里午睡 你爹地就闯了进来 把我给糟疼了 把我给糟疼了 他 他对你 不 不可能了 怎么不可能 一个女子能拿自己的名节开玩笑吗 他们都 будете 两次 是他喝多了酒 他告诉我 他的妻子怎么怎么背叛他 可是现在 你弟妹都不知道去了哪 她还一次次的把我叫上楼 我在什么呀 你就这么顺从她 我不顺从她 我能怎么样 你不在 太太不在 连那个热心的小茶壶都不知道去了哪 这里一个人都没有 全是她的人 你说我能怎么办 再说了 她拿走了我一生的积蓄 我能离开这儿吗 一个女孩子在这儿做买卖 遇到像你弟弟这样的豺狼 我 我真的不想活了 邱老板 你别这样 邱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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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 阿弟 大哥 我想过了 小茶壶和安安就让他们自由进出吧 如果他们愿意住那儿就让他们住吧 你决定放他们了 放了吧 养过的鸟儿放出去能飞多远呢 就算它回来啄你一口 就当是挠痒痒吧 算了吧 那你老婆 我老婆还得在这儿住上一阵 直到确认她怀的是谁的孩子 师爷 就是这位先生找你们 曹公子 大难不死 真是可喜可贺 请坐 吴先生 公子二字就别提了 全家被灭门 唯我浪迹天涯 现在不过是个海贼罢了 我倒是羡慕江罗两位大爷 遇难之后 还有吴先生这样的高人 能撑起青云这面大旗 你夸我就夸错了 现在我们青云磁庄当家的 是我们罗小姐 实际实际 我还不知道 罗小姐已经荣灯庄主宝座了 曹公子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 要怪 就怪那个残忍的高云飞 我在外面奔波数约 无时无刻 不想着报仇血恨的事 但我也知道 以我的绵薄之力 想要对付高云飞 只不过是唐臂当车 今天 既然你们青云与高云飞作对 我就决定跟着你们干 还请罗小姐能够接纳我们 曹公子能鼎力相助 我们当然是欢迎了 罗小姐 我现在虽然是一穷二白 但也不是两手空空 我这些纵横海上的兄弟 和鸿门曹帮都有联系 必要时可以互相呼应 还有一个好消息 我刚刚收买了高云飞的一个心腹 他叫贵仔 贵仔 邱爷 贵仔就是高云飞身边 仅次于小茶壶的跟班 他对高家的情况 可是了如指掌啊 那就好 曹公子 你如果能鼎力相助 那我们就真的是如虎添翼啊 这几天我会把广州的各路势力 都踩一踩拜拜 等到时机成熟 我们便会和罗小锦吴先生 一起对高云飞下手 当然 还有他昭通的两条海船 我要定 好 我静候你的佳音 菜是不错 但为什么只有一份 怎么够我们吃啊 去去去 你和安安 到外面和下人一块吃 这是给太太的 你说什么 我们自由了 想走啊 再走也是高家的下人 终于出来了 这个鬼地方再也不来了 不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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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一格 两格 三格 一 二 三 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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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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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燕 小燕 你怎么走路没生意呢 进来要打招呼你不知道啊 对不起啊 什么事 这是于小姐派人送来的信 在沙龙开party 那我先去准备了 二少爷 来 住手 孩子 别这么练下去了 我死不了 你刚从牢里出来 身上又有伤 请师父一句劝 不要再练下去了 去 拿点创伤药来 是 为什么我的兄弟 到现在为止还是执迷不悟呢 剑方 你还在为高云飞遗憾吗 坤叔 老家您陪我去趟摩家 告诉你们 在这里是一个仓库 这里是院子 东边有门西边也有门 所以我们商量一下看看怎么进去 我看还是从这堵墙翻进去 直接可以看到天窗 尽管这堵墙很高 有一定的危险 这堵墙尽管很矮 但是它远离仓库 如果我们的人从这边横穿进来的话 那很容易被他们发现的 我看这事就让乔齐去解决吧 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 东面有扇小门 门上还挂了一把锁呢 那还不简单 只要找个锁匠把门打开 然后再让大家进去不就完了吗 这样太容易暴露了吧 要不我去吧 好 就你 你的伤都还没好呢 笨手笨脚的 坏了我们的事怎么办 建峰 秋叶 如果看得起我老头子 我去 不错 好枪 我听说 你和那个外国人为了买枪的事有些不快 就告诉了我堂兄 他呀特地批了二十支德国快枪给你 哎呀 为了买这批枪 他可是花了血本了 就这么给了你 我看着都有点心疼啊 陈老板您放心 这批枪呢就算我的 我明天就让人把钱送来 本来就是陈会长的关爱 我怎么能让他有什么损失呢 钱是次要的 现在主要的是商团的事 军政府一直在给他压力啊 这个您放心 我会集结我所有的力量 来力挺你们兄弟 如果有什么摩擦 只要你们一声召唤 我们商团就冲在最前面 好啊 勇气可加 证明我和我堂兄没看错你 不过这枪得收好 别轻举妄动 我们是要派大用程的 这个我明白 我明白 咱们快回下 告诉大哥去 好 走 走 什么时候了还不回来 别急啊大哥 这两个小子挺机灵的 听 一定是他们回来 别动 你们是哪路好汉 长战行直视 陈孝和 陈老板 我和你们金水不犯河水 你什么意思 我听说 你们想找高云飞的麻烦 他现在是我们商社的支柱 你说 怎么叫井水不犯河水啊 我知道曹公子当了几天海贼 身手敏捷了不少 可是我们商团的皮队长 可是出名的快枪 要不要跟他赌个生死啊 陈老板 你想怎么样 把我交给高云飞 一样是个死 要你们死还不容易吗 直接开枪就是了 那你的意思是 大夫 给我药 给我药 太太 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 你能不能忍一下 克制一下 给我 太太太 不行啊 太太 太太 不行啊 太太 不行啊 不行啊 你不要 来人哪 快来人哪 怎么了 怎么了 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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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一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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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江冷月夜 寒江冷月夜 细雨飘飘扬流泻 在相见梦藏灯灭 冷冷的月似雪 回不去的情思难解 模糊双眼闻见 明天 冷冷的月似雪 还不回的往事缠绵 心中间月似雪 情意变 曹公子 什么事这么急的要找我呀 吴先生 是我找你 陈老板也在啊 来来来 喝茶 不敢不敢 陈老板 你何必那么客气呢 怎么 我的茶不好 吴先生不愿意喝 哪里哪里 开个玩笑 吴先生无必介意呀 听说曹少爷回来了 我本想和他叙叙旧 却没想到 曹家和高家又有了过节 对于曹老先生的遇难 我深表同情与遗憾的 听说吴先生和你们小姐 有意要帮曹家出头 陈老板 你也知道我们和高家的仇恨 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我知道 最近你很器重高云飞呀 吴先生 此言差异 你以为我是谁呀 我与高云飞非亲非故 也没什么生意上的厉害关系 我为什么要帮他呢 哎呀 你们哪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 你看小小的一个广州城 现在是城外有滇军贵军压境 城内呢又是军政府在主政 那还有我们月人的立足之地呀 陈家既然主持商会 凡事就要为月人考虑 我也是为了广州城的长治久安哪 所以月人之间 以后不要再厮杀了 我们又把曹少爷 送到高云飞那里 而是把你请来就 陈老板 你的意思是让我们修兵 吴先生 你就不能把眼光放得远一点吗 军政府最近又嚷嚷要北伐 等他们一走 谁来填补这个权力的真空呢 我搞商团 就是为月人争回广州 难道这点苦心孤义 你们都不明白吗 听说你们罗爷临终时 还千叮万主的 不要和商团搞在一起 我就奇怪了 他还是不是月人 陈老板 你真是神通广大呀 没有你打听不到的消息呀 吴先生 我是个爽快人 有什么话心里藏不住 罗爷 好像并不十分放心你这个默逆之交啊 我也是爽快之人 就这一点还是合情合理的嘛 陈老板 你想过没有 如果高云飞有了枪 有了人 所以说他打的是商团旗号 如果他的羽翼真正丰满了 你还那么放心他吗 我的心是既然被吴先生点穿了 那么能不能帮忙解决啊 他没有能帮忙解决 《投资什么》 我 pedir是谁 你们的言书 我听说你这个选择 你不听说你这个选择 我们的言书 我们的言书 你这选择 我说这选择 你这选择 我主的选择 我说什么选择 我说 tö多呢 没什么选择 哥哥 我也不觉得 为着罗小姐组织一支商团武装力量 由您指挥 作用是抗衡高云飞 当然也增强了商团的整体实力 就算被罗小姐发现了 也可以用报酬搪塞过去 只要你肯带这支队伍 一切开支都由长战行直接拨给你 你们二位既然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那我吴某人也只能勉为其难了 识时务者为俊杰 吴先生果然是济世之才 陈老板 如果我不识时务 今天你能让我走出这扇门吗 吴先生严重了 严重了 不过还有一件事要拜托吴先生 听说你和罗小姐 与我的那位侄女十分亲近 如果能借此机会了解一些军校的动态 特别是北伐的计划 陈某当感激不尽 陈老板 沈小姐是你的侄女 你要打探什么 那岂不是净水楼台先得月吗 再说如此行进非君子所为 我吴某人万万做不得 对对对 吴先生是做大事的人 怎么能着远以如此雕宠小技呢 就算我没说过 我没说过 曹少爷 叫他们弄点好酒好菜来 为我们合作 庆祝一把呀 不用了 今天 我没有时间 我还有钥匙要办 对了 我背了一些礼 就有劳二位 叔叔去哪儿了 事业有急事出去了 让我们先去埋伏 付他直接去那边跟我们会合 叔叔做事情一向很稳重的 怎么这个时候还不回来呀 算了 先不等他了 咱们走吧 好 走 我跟你说 余小姐去香港了 她什么时候回来 我也不知道 老板 那您先借我点钱吧 我有急用 等我有钱了 我一定还给你 我看 你还是赶紧走吧 你要是再不走 我就叫执法队了 好 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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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畅 张 你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里一屋子的酒器 我出去透透风 你在这儿住了多久了 忘了 应该是好几天了吧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这叫雀巢旧镇 你真的是酒喝多了吧 如果你不愿意我住在这儿呢 那我走不就行了吗 你怎么能走呢 不过我说句实话 这个地方还真不是你住的地方 那是谁住的 我不能告诉你 我看你是酒喝的不够多吧 来 再喝一杯 瞧瞧这手绢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啊 你人用的东西跟你没关系 一个朋友送的 你随便拿别人的东西 这叫占便宜 全世界占我便宜的只有一个 就是小茶壶 小茶壶占便宜占的跑到哪儿去了 我都不知道 他在外面呢 你要找他吗 他在外面 小茶壶 少爷 他叫小茶壶吗 他不叫小茶壶 他叫牛皮糖 五个大洋 五个大洋 天天还在教训我 你 你不想见我 我走就是了 等一下 我让你走了吗 我让你走了吗 我告诉你小茶壶 从明天开始 你养伤是小事 你得给我把紫云看好了 我照顾萧小姐也没问题的 可是你那个私牢 不是人呆的地方 我叫你去私牢了吗 我是让你把紫云接回来 你和安安要把他给我看好了 明白吗 接回来啊 太好了 接回来 少爷你怎么早说呢 我说你这个人现在怎么回事啊 说话前言不搭后语 我告诉你 萧紫云回来以后 任何男人不能上他的楼 而且也不能再给他吃药了 如果他要再出任何一件事情 我就把你的皮扒下来做一面骨 你神经病啊你 你是不是喝多了 来 来 氤坏 我们继续喝 人仲 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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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 那 那也好 我就在家等你们 好嘞 小心啊 好嘞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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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阿宝 阿宝 你醒醒 阿宝 阿宝 喂 这么说他们是有备而来了 怎么计算得这么准确 你们被劫持的地点是在哪儿 是在 秋燕 就不要再研究了 这种事我想多数就是小茶壶 可就是他救了我 知人知面不知心 要是事先不知道的话 他怎么可能那么巧 在第一时间就出现在那里呢 耍 这种小计谋 也只有小茶壶想得出来 是功是过 如果我看明天还是找乔琪问清楚比较好 如果这个枪真是被高云飞所拿 那我们一定不会放过他 如果不是 我们就做官其便 我这种小事 怎么会是 谁干的 什么谁干的 这么重要的东西在眼底底下丢了 你是怎么查那夜 我昨天晚上查过了 确实没听到什么动静 没动静 难道被鬼偷去了 我告诉你们 就算被鬼偷去 也要从阎王殿里给我找出来 是 发生什么事了 严重吗 在海淘已久 那一年 淡了相仇 参不透 今生的邂逅 要说从走欲欲还休 那一杯 恩怨情愁 那一杯 沙发甘休 等不及 来世的回眸 回不了 都湖睡难受 反复下的海淘已久 到不尽的树原情愁 要说从头 浮水难受 你的黑发 陪不到我的白头 你的黑发 陪不到我的白头